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只能也更加精打细酸一点吧 对啊 然后就因为大环境的关系 火锅店掌声响起就连高档餐厅也hold不住 螃蟹扇贝生鱼片每日直送 高档吃到饱餐厅海港宣布从明年1月1号就要调涨 台北分店平日午餐涨到950元 假日吃一餐要到1180元 涨40到90元不等 包括所有的猪鸡牛羊 然后还有我们进口的海鲜 真的是上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那么当然我们真的就是实在是撑不住了 我们也只能调整这个售价 业者表示食材涨价 尤其国产猪肉累积涨幅已经超过30% 进口肉类跟海鲜也调涨 只能跟着反映物价 餐营业毫不容易撑过疫情 但面临物价上涨压力还是挡不住 咱们新闻微得亲话听台北报道